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柱體 柱體是什麼意思呢 我今天想介紹它的定義跟條件 就像這個四角柱 它要有兩個面互相成等 再加上這兩個面要互相平行 那麼要有側面 這才是一個柱體 那這兩個柱體要互相平行 它的頂點是上面四個頂點 下面四個頂點總共有八個頂點 它的面是裡面兩個 再加上側邊的四個面 所以總共有六個面 邊長是上面四個邊跟下面四個邊 它有側面四個邊 所以總共有十二個邊 那如果是三角柱的話 這邊有一個三角形 另外一邊有一個跟它一樣的三角形 所以它是一個三角柱 而且這兩個三角形互相平行 那這個三角柱它的面 兩個底面再加上側邊的三個面 所以總共是五個面 那它的頂點是面的三個頂點跟上底面的下 所以總共有六個邊 那邊長是上底面的三個邊跟下底面的三個邊 還有這邊的三個邊 所以總共有九個邊 那它的側面是四個面 然後底面有兩個面 所以總共有六個面 然後上面四個頂點 下面四個頂點 總共有八個頂點 然後上面四個邊 下面四個邊 下面四個邊 加側面四個邊 等於十二個邊 底面互相平行 然後住高要垂直 然後還有一模一樣 然後這個是 下面 它的兩個底面互相平行 然後下面三個頂點 上面三個頂點 總共六個頂點 上面三個邊 下面三個邊 然後旁邊有三個邊 總共九個邊 然後它的面 底面有兩個 加側面 有三個 總共五個邊 我現在要介紹的是 柱體 先來看這個柱體 它有兩個底面 還有四個側面 總共有六個側面 然後 然後 裡面總共有八個 它的 底面有四條邊 然後 然後有兩個 所以總共是八條邊 然後側面也有四條 所以總共是十二條邊 上面有四個頂點 上面有四個頂點 下面也有四個頂點 所以總共有八個頂點 所以總共有八個頂點 我現在要講它的第一條件 它的 它的兩個頂點 要全等 而且互相平行 這是一個三角柱 為什麼它是三角柱呢 因為它的 上底和下底 都是三角柱 這個三角柱 它總共有五個面 上面 上面有三角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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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也有三角柱 然後 側面也有三角 所以總共是九個 下面我們要講的是柱體 什麼是柱體呢 柱體的定義就是 它的上底跟下底都要平行 而且 這條邊的接觸 要是垂直的 而且都要一樣 那我們來算 它的頂點有多少個 它的頂點上面有四個 所以是八個頂點 它的面有幾個呢 它的面上面有一個 旁邊有四個 下面有一個 所以是六個面 它的邊長有多少條呢 上面有四條 旁邊有四條 下面也有四條 所以呢 它的邊長有十二條 那我們來看這個三角柱 它呢 上面 它已經符合了 柱體的定義條件 它的上面 上底和下底 通通都是平行的 而且這條邊 這每一條邊都跟 下面是九十度角 那我們來算 它有幾個頂點 它上面呢 有三個頂點 下面 也有三個頂點 所以總共是六個頂點 那我們來算它有幾個面 上面有一個 旁邊有三個 下面有一個 所以 它有五個面 那我們來算它的邊長有多少個 上面有三個 上面有三個 旁邊 側面有三個 下面有三個 所以是九個 我們來講的是重體的定義條件跟頂點 還有面跟邊 而重體的定義是 它的底面要 是互相平行 而且都一樣 那這個的 這個長方 四角 這個四角柱的點點 就是上面的四個點 跟下面的四個點 所以是八個點 面是上面的 上下的兩個點面 跟旁邊的四個面 所以加起來是六個面 然後 邊的話是 上面的四個面 跟下面的四個邊 還有旁邊的四個面 所以加起來是十二個邊 再來講這個三角柱 因為它 只要翻過來 是上底跟下底都一樣 所以它是三角柱 它的頂點 底的三個加下底的三個 所以是六個點 然後那個 那個 面是 這兩個 底面 只要再加上旁邊的三個面 所以是五個面 然後 它的邊長是 上面的三個 然後下面的三個 跟 旁邊有三個 所以是 等於九 所以有九個邊長 今天我要講的是小樹廚吧 那跟之前的 漲的分數一樣的意思 那 背數數 除數還有傷的關係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兩個專有名詞 第一個專有名詞 是純小樹 什麼是純小樹呢 純小樹就是比一還要小的樹 例如0.9 這就是 個位數是0 不大於1的樹 所以 這一個樹我們就稱它為純小樹 那麼還有一個專有名詞 叫做代小樹 代小樹 代小樹 跟代分數的意思是一樣的 它就是比一還要大的樹 就是 假如說1.9 我們就可以稱它為代小樹 一個整處代了一個小樹 我就稱它為代小樹 一個整處代了一個小樹 所以一個整處代了一個小樹 它就會大為代小樹 所以這個樹 它就會大一點 好 這三個樹的關係 那麼 如果是純小樹的話 純小樹是比一還要小的樹 那這個樹 如果用在除樹上面的話 會剛好散散 所以如果是純小樹的話 如果除樹是純小樹的話 好 那麼它的傷 它的傷 就好看 就好看 好看 謝謝 今天呢,本次要講的是像素廚法 當一個柿子在廚的時候呢 如果蠢數是純小數的話 什麼是純小數呢? 純小數就是小於1的數 當一個蠢數是純小數的話 它的傷就會比被蠢數來得大 當一個蠢數呢,它等於1的時候 它的傷就會跟被蠢數是一樣的 當一個蠢數它是代小數 它的傷就會比被蠢數還要小 這樣拿純比蠢 如果蠢數是純小數的話 那蠢就會比被蠢數來得大 如果蠢數是代假數的話 那傷就會比被蠢數還要小 如果蠢數是純小數的話 傷就會比被蠢數大 如果蠢數等於1的話 傷就會等於被蠢數 如果蠢數是代小數的話 傷就會比被蠢數小 如果蠢數是純小數的話 那它的傷會比被蠢數大 如果它的蠢數是代小數的話 好 它它的傷會比對蠢數小 它那個傷會比對蠢數小 那才有根本就算是代小數 如果蠢數會比蠢數還要有 然後拿去蠢數 那麼大聲 用力度大小數 如果蠢數是從不舒服 那幾塊錢 我們要比蠢數 然後拿去蠢數 是由一的